我们看一下这题目 是解这个方式 那首先 x加1分之x加2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1加上 这是x加1分之1 那么加上 x加7分之x加8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1加上 这是x加7分之1 那么这等于 x加3分之x加4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1加上 这是x加3分之1 那么加上 x加5分之x加6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1加上 这是x加5分之1 所以呢等号两边 这1加1分之2 这1加1分之2 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消掉 好 那这时候我们把x加3分之1 移向过来 x加7分之1 移向过去 那么得到 这是x加1分之1 去减掉 这是x加3分之1 然后这是等于 这是x加5分之1 然后减掉 这是x加7分之1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看出 x加1跟x加3 这差2 那么x加5跟x加7 这也是差2 所以呢我们做这样处理 那这时候分母是x加1 x加3 x加5 x加7 所以呢在这里 我们要有x不等于 负1 负3 负5 负7 这个限制条件 好 那么这时候 我们这里 x加1分之1 减掉x加3分之1 那么这是x加1 乘以x加3分之 这是x加3 减掉x加1 所以呢 x加3 减掉x加1 这是2 然后这等于 一样我们通分母 这分母呢 是x加5 乘以x加7 然后这时候分子呢 就会是x加7 减掉x加5 所以呢 这也是2 所以呢我们等到两边 这相等的时候分母要一样 所以呢 这是x加5 乘以x加7 这要等于 这是x加1 乘以x加3 好 那么乘开来 这是x平方 然后加7x 加5x 这是加12x 然后这57 35 这等于 这乘开来是x平方 然后加3x 再加x 这是加4x 好 那这是1乘以3 这是3 所以呢 等到两边 我们x平方 把它消掉 4x一向过来 那么12x x-4x 这是8x 好 那么等于 这一向过来 3 减掉35 则负32 所以呢 我们算出 这x 是等于负4 这个答案 好 那么负4呢 不在这里面 因此呢 我们这里的答案 这x等于负4 这个答案